大家好,我是乐浪新 现在已经是五月中旬了 然后那个温度已经高得非常之热 就算是现在已经十点钟 晚上的温度也有二十八度 更不要说是白天那个温度了 然后现在在村里面的房子又没有空调又没有风扇 我在屋里面睡的实在是太热了 所以就睡不着觉 所以我就想到不如这么热到不如睡野外吧 反正我也有帐篷 这样一想的话那就立马决定了 狗狗的话就让他们睡屋里面吧 我去外面睡 今天的月亮还是挺明亮的 然后也有星星 然后我已经把帐篷带出来了 还有这边还有那个防潮垫啊 睡袋不用了 因为太热了 就这个帐篷 然后放个防潮垫进去睡觉就可以了 好马上把它搭起来 搞定了现在 给大家看一下我今晚睡觉的帐篷里面 这个可以当枕头然后防潮垫垫着 然后有这个帐篷呢 可以防那个蚊子蚊虫啊 就很凉爽啊 很通透 然后再把这个窗帘打开 可以透风 就很通透了 然后从这个沙 沙窗这边呢 可以看到外面的星空啊 还有月亮 今晚就看着月亮啊 星空啊 睡觉吧 带上瓶自己喜欢喝的果汁 然后放在这边 口渴了就喝 这样的话就有种很很自在的感觉 很有种度假的感觉 之前两三年都是在外面扎营 不过来到龙南这边 我已经有半年没有扎过营了 现在还是第一次 因为太热了 而且屋里面的蚊虫也多 又热蚊虫又多 根本睡不着觉 但现在在外面扎营的话 嗯就很凉爽了 好进去休息了 乐乐自己走进去了 乐乐也很怀念了 是吧 乐乐我们今晚睡这边吧 娜娜和小花的话就在帐篷外面 帮我看守啊 娜娜有坏人记得要叫醒我啊 帮我保握我啊 帮我看好帐篷啊 我在里面睡觉 你帮我看好啊 不过今晚其实是很好天气的 有月亮啊 有新鲜 我想拍给大家看一下今晚的天空 这样在外面大帐篷睡觉的话就比那个屋里面凉爽太多了 而且也不会有蚊子咬 只要有帐篷 从今以后去到哪里都是我的家 去到哪里都是我的床铺 哪里都可以睡觉 多爽 乐乐我们今晚睡觉了 快 睡觉